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了 太冲动了 全香港九龙新界所有豪宅市场的部署和销售 为什么会这么夸张 因为自8月8日到8月13日 单单6日时间已经超过了2,000台客人来参观澳闻 为什么会这么夸张 一个过千万起步的豪宅都会这么多人来参观 正正因为发展商一个惊人的尺价 如果你说韩文田34后母全身还要这么漂亮的大型屋丸 起步价是3万元以上 而今次只需要18,000元就可以进驻这个澳闻 好恐怖啊 到底18,000元尺价是什么概念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18,000元在今时今日建筑成本加利息 我可以跟你说 18,000元发展商只是一个贴近成本价 卖给你的一个测价钱 三年前发展商开卖这个盘的时候 其实他卖了19间 他的普遍尺价是由29,000到31,000元 而18,000元相对于29,31,000 你是足足平了40% 先和大家道个歉 因为原谅我这段期间 我每一天都只留在澳闻里 回复大家的查询价钱 如何入标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很多客人来约我看楼参观 你看到周围都这么多人 所以其实花了我不少时间 我困在澳门里面 所以原谅我未能够拍片给大家看 所以我为了挂着我的粉丝 我就直接不如索性 我拍一些澳门的持续更新 反正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澳门的情况 现在市场上发展商声称 其实已经收了60份标书 60份啊 所以你382个单位剩余 你60份标书 其实我相信澳门这个赤价的话 其实可以短期可以消光 其实在18,000元赤价 其实是集中于一些中低层的 来源泳池景观 如果你对景观有要求 或者风水上需要高一点流程的话 其实中高层单位 都是19,000至21,000元赤价 就已经可以入场了 如果你想多了解澳门的玩法 或者楼盘质素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如果你看完 都是不明白我说什么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私信我 一对一咨询 甚至约我剃楼都没问题 我现在就买款 不走家旺啊 小姐姐